当晚蓝旺鸡招来景仪私追外加祭宴 再加上蓝锡尘 听魏无限讲解了一遍流程和阵法 做了一下预演 蓝旺鸡就抱着小黑兔坐在一边当背景板 几人都甚是惊奇 从没见识过这等天马行空的想法 连蓝锡尘都有些迷惑了 这又是顶炉 又是以魂养魂 又是灵星阵魂 又是度化问灵 也只有这两个条框外的灵道鬼道 集大成者能想得出来了 蓝锡尘是头一回跟魏无限正经打交道 也最是受到震撼的一个 真想不到韩光君的道理竟然是这样的 怡灵老祖竟然是这样的 冷峻沉默的韩光君心爱之人 居然是这么叽叽喳喳热热闹闹的一个人 魏无限生死之时 他还只是孩童 即便长在云深不知处 也难免听多了些杀人不眨眼 恐怖至极的刻板传说 如今跟真人打交道 着实落差有些大 在听他解说修复灵时的法门只能叹一句 同韩光君一般都是天纵奇才 四追瞥见小黑 忽而扶至心灵问道 小黑莫不是实验的顶罗 魏无限黑黑一笑 可不是吗 这可是从小黑身上得到的灵感 我试试这样的一丝魂听不听我的 四追默默无脸 我误会你和韩光君了 第二天明世起阵 蓝世诸人起灵星阵魂阵 蓝旺姬以截蓝音唤起了双滑的剑灵 将锁灵囊中小星辰的灵石塑片 尽数导入双滑剑中 随后在陈情的引导下 阵法之力注入双滑剑 挥动剑灵之力 一点一点将小星辰的灵石修补成形 阵法持续了一整天 双滑剑明明灭灭 终于在掌灯时分光芒大盛起来 宋蓝扑上前去 跪在双滑剑前 发出呵呵之声 南阳激动 小星辰魂体已成 宋蓝围于一言未尽 却有口难言 蓝旺姬见状 示意蓝西辰带其余人暂时回避 旺姬秦与陈迪再起 竟是宋蓝被封禁在凶尸躯壳中的 一魂一魄暂时离体 以通灵阵 使宋蓝与小星辰以魂体沟通 这是蓝旺姬与魏无羡新研究的阵法 混合了问灵与共情之术 使得通灵阵中的魂体能够自由交流 灵体交流已无需言语 魏无羡与蓝旺姬并没有听到宋蓝和小星辰具体说了些什么 只见双滑剑柔光隐隐 时明时暗 仿佛轻声叙语 不知过了多久 明示的门开了 蓝旺姬和魏无羡出来 明示里的阵法消散 风云归继 蓝旺姬问道 怎样 小星辰道长的魂魄已重入轮回 只是宋道长欲请同归 明示灵火 以焚残躯 小星辰已去 陈氏再无牵挂 长生于宋蓝也不过是一种惩罚 蓝氏诸人从宋蓝所请 以明示灵火送他与小星辰同归 凶尸已死 不能再死一回 一魂一魄 禁锢躯壳 同灵阵也只是解的一时 若要彻底解脱 唯有烈火焚之 灰飞烟灭 烈烈火光中 四锥轻声问魏无羡 宁书也和宋道长一般 是不老不死的 是吗 魏无羡默默点了点头 四锥便不再问了 生人与凶尸也并无不同 只要还有灵石 便总是为这尘世间的人事千念而活 修仙所求 又何尝是长生本身呢 若有朝一日这世上亲人爱人皆不在了 温宁还会一个人游荡在这世间吗 魏无羡知道四锥是由宋兰想到了温宁 心下也有些怅然 让温宁恢复意识 变成鬼将军的时候 他也并没有想那么多 这次回来之后意外发现温宁还在 这才想到要如何安置的问题 幸而还有四锥 要不然他还真有点不敢问温宁 是否还愿意在这无亲无故的世间游道 自己固然可以护着他 但却不是能陪他分享余生的人 一具人人畏惧的凶尸 却固存了一个善良柔软的命魂 又能在这世间消磨几时呢 蓝忘机淡淡的声音忽然响起 如宋道长已无生死忧绝 屈留有己心已得大自由 四锥只得说宋兰 亦是对自己说温宁 轻轻应了个誓 销声揍罢安魂曲 蓝锡尘呼道 去了便是去了 再入轮回下一世 已无此事记忆 如何还能算是同一人 能把握的为仪式而已 锦衣和思锥他们都微微一正 蓝锡尘这话 却和蓝氏一向崇尚的因果轮回 看淡生死的佛理 有些格格不入了 蓝忘机神色微动 还未说什么 魏无羡以大力赞赏道 说得对 说得对 这辈子想做的事就赶紧去做 可千万别指望轮回啊 下辈子什么的 那都是安慰自己的 蓝继燕居然认真的问道 仪灵娟 死去的人真的不会带着上一世的记忆吗 你不是还记得 魏无羡一摊手 我也没入轮回啊 还真没法以亲身经历告诉你 宽大的衣袖遮掩下 蓝忘机紧紧攥住了魏无羡的手 即便往来过三界 震过阴阳人鬼的神通 此一世 仍存生死幽据 唯愿尝试尽相守 妄生亦无憾 送走了小星辰与宋兰 经过一遭生死 所有人心头都有些沉重 蓝忘机与魏无羡和蓝锡辰 一道将双滑与浮雪 同葬于云深部之处后山的剑种 从明氏起阵开始 蓝忘机就觉出蓝锡辰的恍惚 此时见他久不离去 便问道 兄长在想什么 蓝锡辰钻紧的裂兵 哭笑 你让我自私些 我却不知如何是好了 宋兰和小星辰道长都平静归去 我是不是也该放手不强求 归阴意 还阳难 是也不是 是 可兄长方才还说 只求此事 蓝锡辰轻声道 同归 与此事也是圆满 蓝忘机眼中闪过一丝惊惧之色 一把抓住蓝锡辰的手腕 手劲大的几乎要捏断骨头 兄长 观音庙中 蓝锡辰向金光瑶走去的那一刻 蓝忘机心头也有一瞬间的荒谬惊惧闪过 蓝锡辰竟是愿意与他同死的 那一刻或许是蛊惑或许是冲动又或许是恍惚 可时至今日蓝锡辰竟也还没完全打消这个念头 若他劝蓝锡辰的顺心意竟是顺去了这个方向 那真是万死难辞其咎 蓝锡辰被他捏得吃痛 微微皱眉 从蓝忘机的力道里也决出他的紧张来 微微摇头 叹息着拍了拍弟弟的手臂安抚道 别怕 我不会的 我保证 蓝忘机这才微微松开了点 我只是 只是不知 是否是我一厢情愿 他未必愿意 忘记你当年不愿行夺赦之术 不也是 魏无羡本是站在一边听没打扰 听到这一句似乎跟自己有关 忽然耳朵竖起来 追问道 不也是什么 我去看过你 以为你不肯醒来 是不愿归来此事 不敢强迫你 谁知 魏无羡恍然大悟 陈情一敲手心 对蓝锡辰道 对嘛 你看 一己度人是大谬 我要是早知道有人等我爱我 还有这么好的日子等着我 我怎么可能不愿意 可你们没人问过我呀 依我看 大哥你应该去跟金光瑶 还有赤风尊的魂魄好好谈谈 要是愿意 皆大欢喜 不愿意或者谈不拢 再谈其他 你说对不对 就像方才的通灵阵 魏无羡点头 不错 此阵可以将你的灵石暂时抽出 让阵中的灵体交流 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 不如好生坐下来谈一谈 死过一回的人不会那么暴躁冲动了 相信你们肯定有不少话说 蓝旺基一道 后天清谈会 我去兄长去 和聂宗主谈谈 蓝锡辰点点头 知道此事不宜自己出面 一说不上话 既然知道了聂怀桑 一直在试图复活聂明局 和向金光瑶复仇 这些年一生生的二哥三哥 自然是貌合神离的伪装 再见面说聂明觉的事 只凭天尴尬 不如让蓝旺基去 便点点头 多谢 回静世的路上 魏无羡一直牵着蓝旺基的手 知他方才被蓝锡辰吓得不轻 边走边安慰道 放心啦 你哥不会做那种事的 你怎知 蓝旺基淤淤道 他想过 那你不得伤心死 你哥怎么舍得 蓝旺基一正 魏无羡轻笑一声 你们蓝家兄弟 都是想旁人多过想自己的 再怎么让你们放肆自私 也出不了圈的 没有做祸水的天赋 蓝旺基默默想了想 觉得魏无羡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身后裂兵的销声间断传来 魏无羡忽然问道 我一直很奇怪啊 为什么你们家大多数人都习琴 你哥却习销 其实兄长以前也习琴的 我这张琴原本是兄长的 咦 魏无羡祈祷 我还以为这琴和你同名 本来就是你的 蓝旺基微微摇头 我那时还小 并未取字 是兄长将琴给了我 才取字与琴同名的 那他为何把琴让给你 又转席了销 蓝旺基却敏唇不达了 哦 我猜猜 魏无羡拉长了声音 一敲手心 一定是觉得你琴上天赋比他高 索性成全了你 可修琴比不过你又挺丢面子的 干脆换一个月去 是也不是 魏无羡猜得半分不错 那是为了忘记琴的事 还为取字的蓝战与蓝旗成 闹了好一阵别扭 死活不肯收 有小半年没碰琴 还差点将琴砸了 被蓝旗人狠狠罚了一顿 直到后来取字忘记 蓝旗成又得了裂兵 才算是尘埃落定 蓝旺基侧头悠悠看了魏无羡一眼 未知可否 你为何做慈祥 哈 做哥哥的吗 可不得处处让着弟弟 也不难猜 魏无羡黑黑一笑 点点蓝旺基 你没做过哥哥 你就不懂了吧 蓝旺基一转念 便知魏无羡是给谁做哥哥 做出的经验 脸色有些不渝 这等没心没肺的弟弟 不要也罢 魏无羡不以为处 结果不谈 只笑叹 看来蓝老先生说的没错 二哥哥 你还真是被宠大的 是 蓝旺基点头承认 从小 所有的好东西 兄长都会留给我 所以兄长 无论想要什么 我一定会帮他得到 魏无羡 嘖嘖两声 真是别人家的弟弟 羡慕不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